中央设计者将军亮云林县18日电,云林县谢姓妇人一家三代五口住在破旧屋顶塔县的土角座内,无力修缮台湾新义工团得之后,今天动员70名义工免费为阿妈盖金屋,台湾新义工团理事陈恒林受访表示,62岁的谢姓阿妈不良于心且重听,丈夫在多年前去世,虽欲有两名儿子, 但大儿子患有精神疾病,无法工作,仅赖小儿子在工厂上班的微薄收入养活全家,陈恒林指出,由于阿妈居住的土角座非常老旧,加上家境不佳,虽增自力修补,但能改善的有限,厨房、浴室、屋顶破损都无力改善,由于大媳妇几年前丢下两个年幼的孙女离家出走,因此两名孙女由世界和平会复住, 社工进行家庭访问时,发现一家五口的居所残破不堪,屋内多处漏水,因此向台湾新义工团申请协助修缮,陈恒林指出,经过实地访查后,台湾新义工团决定帮阿妈盖新房子,并上网号照义工,筹募建材费用,预计花费新台币60万元, 为阿妈打造面积60平方公尺的新家,她说,这项爱新工程预计已两个周六日完成,今天有70名义工道厂盖房子,预计明天可完成三方二厅的主体结构,地板灌浆及外墙设施,下周六将进行装潢,水电安装,下周日就可落成入住。 谢信阿妈受访表示,真的很感谢大家帮忙。 他们一家五口住的土角错英年代久远,外面下大雨,屋里就下小雨,住起来很没安全感,感觉随时都可能倒塌,因此每逢台风,地震,全家人都得离家。 云林建议员蔡东傅,斗南正明代表沈辉军等人,今天也带着点心探望阿妈与义工,感谢义工免费帮阿妈起新错。 下周日将举办入措餐会,宴请辛劳的义工们106118。